新開幕 台南的腰部 餵 陳老師你好 安安幾歲哪裡人 你好 你好你好 27 台灣人 27歲台灣的陳老師 好來 那個陳老師來 你今天那個熊哥也在 你想要說什麼 比較不太會是聊今天這個話題 有幾件事情想講 第一個就是 因為前些陣子一直有人在網路上 就是我有看到有幾次直播 他直接指名道姓在罵人 這有點太over了 我這個人的 我個人覺得要探討問題是ok的 你可以講說我 我講東西不夠準確 你可以提說我的觀點有問題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進行討論 但是上剛到人身工具 我就覺得這已經不是探討問題 在討論的範疇了 而且這個其實是一個不太好的示範 個人是蠻希望說 也可以的話這個要處理一下 我其他都可以接受 就唯獨那個我真的覺得不太ok 我個人是不太介意這種事情的 但是如果一兩次三十次 超過好多次都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就已經有點over了 這是我要先聲明講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因為講到台灣的狀況 說實在話因為探討台灣這個問題 有一個很麻煩的地方是 例如像我們在探討俄烏的問題好了 俄烏的問題有一個 你知道有的時候我不太想要聊的原因 不是我不想聊 而是因為資訊還沒有下落下來 我們就講說像俄烏的狀況 有一大堆訊息不是出來 說像是前些陣子什麼大屠殺 還有馬里布伯爾的那個問題 其實到後面講完沒多久 又有新的材料出來 那你就會變成說很麻煩 麻煩的地方是你很難去判斷到底 哪一方說的是可以探討的問題 所以我這裡也是順便講 就有的時候我們在探討問題的時候 會有一些失誤是很正常的 因為資訊這種東西是真的很難去 判定它的真偽的 所以回來講台灣問題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在探討台灣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說 雖然說他可能會提到巷戰跟那些 但是忽略掉一個很核心的問題 叫做台灣的就是戰鬥意願 就是台灣整體人的戰鬥意願 其實台灣整體的戰鬥意願是非常低的 你當過兵應該知道 你幾年前當兵 那個時候的狀況跟現在你覺得呢 能比嗎 我所有當過兵的朋友 就連我們自己有接觸過 都知道一件事情 基本上如果兩岸真的台海發生戰爭的話 台灣是沒有戰鬥力的 這是很明確的一句話 然後第二個是 大部分當兵的朋友不希望發生戰爭 在台灣 或者是可能說 他們更多會選擇的是 直接就直接那個 我們說的就是 加入或者直接投 清楚實際上的戰況是怎樣 就是有太多東西 他只是數據上跟帳面上的東西 可是有很多東西 例如像什麼 當過兵的都知道 有時候會拿那個玻璃板 去假裝某個東西是好的 然後還要偷偷藏好的裝備 就是為了要幹嘛 紅混過關那個檢查 除此之外 在操練的時候 最常在幹的事情是幹嘛 拔草 還有掃地 然後在比賽誰的棉被折得最整齊 然後初操只要超過28度 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看多好 對不對 然後基本上行軍也沒有超過個幾公里 而且現在才4個月 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這個戰鬥力 我們先不要講說 實際上會不會開戰好了 就算真的開戰了 他是否能夠到 巷戰那個局 局勢就很難講了 因為他前提是要有那樣子的 強烈的抵抗意志 台灣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抵抗意志並不是很強烈的一個地方 就是 有 前提是你 侵犯到台灣人的利益 他有可能激起台灣人 那個很強烈的抵抗意志 我覺得如果 沒有那種很強烈的那種 毀損的話 其實台灣人的抵抗意志 並不會那麼強烈 我們就講說 日本殖民台灣初期的時候 不是台灣抗日事件頻繁 對 台灣抗日事件頻繁的主要原因 並不是因為台灣人 有多麼民族大義 或多麼愛國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日本剝奪掉 當時台灣人的利益 其中最一個典型的案例 就是客家人跟原住民的反抗 是非常強烈的 為什麼 日本人直接剝奪掉他們 去山林採集資源的權利 張腦 後來是直接國有 全部就是收歸國有 而且張腦在當時候利潤很高 你就想嘛 你搶走我範圍 我才會跟你反抗 反之那種反抗比較小的 大部分都是利益 沒有受損到那麼強烈的 所以其實如果兩岸真的 發生這種狀況的話 我個人覺得他只要 像剛剛有一個朋友講 然後其實圍倒 就已經差不多結束這個問題了 而且就算可能還沒有到那個地步 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就是直接 他也不用說圍倒 他也不用說發動戰爭 他只要宣布台海進入緊張狀況就夠了 你知道吧 台海一旦進入緊張狀況代表什麼意思 商船敢來嗎 商船不敢來耶 然後那個物資我們說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燃料的那些東西 敢來嗎 他都不敢來 因為台灣就是一個海島 那海島這種狀況 只要你把周邊的海域變得非常危險 商船不敢靠近 基本上台灣就很麻煩 不算是真的開戰 這是在開戰之前的很多動作 所以你其實這樣看下來 為什麼我們會希望兩岸不要這麼 有上衝突的一面 原因也是這樣 但是又很麻煩的地方是 台灣的思維又認為 大陸不會打台灣 這絕大多數台灣人的看法 對不對 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喔 我說的絕大多數包含藍營喔 不是說綠營是這麼講 綠營有一些人還認為 他們真的會打來 所以才會有那個 蘇貞昌的那個 拿掃把要反抗 因為他們還真認為會打來 他們才會講這種話 可是台灣更多的人 是認為大陸不會打來 更多的人 對 這才是多數 少數是認為會打來 多數其實是認為不會打來 那他們認為不會打來的 主要原因就是認為大陸因為經濟發展 所以他不會打來 第二個大陸打 說要打台灣 打了這麼多年 嘴巴上喊了這麼多年 到現在還沒打 所以不可能打台灣 這個只是嘴口嗨說說而已 對不對 你遇到的大部分台灣人 都大部分思想都是這樣 對 對啊 所以你變成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其實到後來 其實我們有時候在 探討一些問題的時候 會變成很容易 會被人家冠上極端 我比較常被人家講的是極端 你常被人家講極端是不是 台灣人 對啊 就說 就被台灣人講說我極端 就說 欸 陳老師你這樣講 你說大陸會打來 怎麼可能 你在騙 你知道嗎 其實有時候 阿包他們在講 就是說他們講的另外一種理論 至少他們還會探討這個問題 但是有更多台灣人是不會探討這種問題 對 所以這就很麻煩了 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你這種狀況之下 沒有人探討這種問題 就變成是政治人物 用這種方式來操作選舉 然後搞這種所謂的緊張的概念 我覺得很悲哀 我覺得悲哀的地方就是說 很多人都說他認為大陸不會打台灣 但是在選舉的時候政客一講 又突然間覺得好像會打來 嗯 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心態是怎樣 嗯 那種心態很矛盾 矛盾的地方在於說 你到底是怎麼判斷這種局勢的發展 對 嗯 沒錯 其實 尤其是最近 你不覺得很矛盾嗎 應該你身邊的朋友有很多都這樣阿 因為選舉的時候 他就要開始操弄那個激化的情緒嘛 所以選舉的時候就操弄那個議題 那平常沒事就覺得不會打不會打這樣 我覺得有點是自我催眠啦 嗯 對我覺得是自我催眠以外 還有一點就是選舉的時候 他激化的不是說大陸會打台灣 而是他拼命在講大陸在打壓台灣 嗯 對不對 他其實不是說打台灣喔 如果他講 其實到目前為止 民進黨沒有太多人敢直接正面的討論 打台灣這件事情 嗯 但是他們一直在強調的是大陸在打壓台灣 嗯 打壓台灣跟打台灣是兩種概念喔 打壓台灣是 欸我明明跟你是好朋友 就鄰居啊 你幹嘛拼命的在欺負我那種感覺 對 所以他們最常說 你看 那個大陸的那個在欺負我們台灣 嗯 對不對 一直在講說他在欺負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好可憐喔 嗯 被那些人給就是欺負 對 這種感覺 嗯 然後他就用這種方式來選舉嘛 嗯 然後這時候咧 像我們這些只是相對比較客觀的在探討兩岸問題 就會說 你看人家都在欺負我們 你怎麼都在幫人家說話 你一定是賣台 你不愛台 嗯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你這樣就沒有辦法探討問題啦 因為探討問題的前提都是我們要站在一個理性相對客觀的角度 而且有時候要扁除掉所謂的道德觀 嗯 去探討一個問題的本質 對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觀啊 可是如果你要加上道德觀就不用探討問題了 是 像是你在兩個宗教團體的人面前去探討善跟惡 這一定會發生衝突的 對 我個人覺得說這就是很麻煩的地方 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這邊你今天講到說 說台灣是否有那個戰軍事拒止的能力 嗯 首先啦 要有軍事拒止的能力是要先認清現實狀況 認清現實狀況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才有辦法去組織抵抗力量 對 我們先用一個最客觀的角度 我先撇開我自己的政治立場 我純粹站在戰爭的角度上來看 那你要在做到這些事情之前 有幾件事要先達到 第一個 你的能源必須要不被影響到 你叫能源不被影響到 至少開戰的時候 你可以保存一定的儲藏的那個 我們說的能源的自主能力 至少幾個月或幾年內 是你被封鎖不用擔心的 是 目前的狀況是台灣有辦法做到嗎 沒有困難 所以不是要在藻礁蓋那個什麼 那個天然氣的儲存草 是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對 對啊 可是實際上真正比較好的是要發展核能 沒錯 懂我意思吧 而且你發展核能其實還有個好處 就是大陸也不敢打核電戰 所以一旦打核電戰就是 大陸周遭也被污染到 所以其實一整體來講 你發展能源的話 你這個是跟戰略有關的 你應該是發展核能 而非所謂的天然氣跟火力發電戰 因為火力發電戰跟天然氣發電戰 它這個一炸掉 它其實不會造成 中國沿岸太多的污染的 所以它一旦開戰 這些都是首要被摧毀的目標 對 所以我如果真的要搞這種 所謂的長期的對峙狀態 當時候蔣經國在搞的那些就是 你看你搞核能 你搞這個核電發電 核電發電第一個 它能夠消耗的時間最久嗎 第二個 它就有點像是 我手中拿著一個定時炸彈 你有本事炸我 你炸我們就是同歸於盡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我個人覺得 這就是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台灣因為意識形態的關係 你看這種所謂的政治撕裂的關係 它沒有辦法有個有效的 就是能源政策 如今還出現了時常停電的問題 我們最近很常在停電 對 不是前些陣子講說 因為某一隻松鼠跑到那個變電箱 然後前些陣子又說某一隻鳥 然後後來又說某一個動物 最近好像又怪上動物了 所以你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第一個你的後級能源 你的後輩的這些東西 根本沒有辦法支撐一個長期的抗戰 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你的兵源 台灣現在搞的並不是所謂的真兵制 我們現在搞的叫募兵制 募兵制代表什麼意思 長輩軍人並不多 長輩兵軍人 目前為止台灣現在長輩的軍人不到 只有大概十幾萬人而已 我記得好像十萬還是二十萬 你懂我意思嗎 十萬二十萬這樣的軍力 你要怎麼樣 好我們今天不要講說其他 我們就單純說做好沿岸的那個攤頭堡的防禦好了 你知道過去在台灣沿岸不是有一大堆那個碉堡 防止中共打來台灣嗎 對 然後設置這些碉堡 他設置的人數是多少你知道嗎 是一百萬人的算 一百萬的軍隊的人數去計算 所以如果有辦法在每個碉堡都安插人的話 你至少人力最少也要有一百萬 如今只有十萬 你要怎麼去做到這個所謂的全島防衛的機制 是第一個 好第二個你說好科技 然後可以有些什麼新型的戰鬥機啊 然後那些那叫空軍 但你要用空軍去做防禦戰的話 你勢必就要有相對應的所謂的我們講的 一個你的飛機要有辦法自行維修 台灣現在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我們那個F16的戰機 他沒有辦法 他有很多零件已經沒有辦法在自行維修了 常常是拆A補B 自己當軍人你也知道 坦克車現在有多少胎 是拆A補B的 我很久沒當軍人了 你那時候在當軍人了 我都在插槍 對嗎插槍也差不多 好沒錯 插槍把槽也差不多 對 所以我就講啊 因為我們後來 後來我光講 最近還在當兵的朋友在跟我講的 他們有一些在檢查的 常常零件是缺東缺西的 沒錯沒錯 你這種戰備你要怎麼打仗 所以你最需要的就是 你要提高所謂的國防預算 你最好你的國防預算 你必須要超過一半以上 去補足這些所謂的軍備的弱勢 更重要的就是你要徵 徵兵員 你不能再搞募兵制了 你必須要做所謂的徵兵制 而且徵兵制的役期要超過兩年 這樣才有上戰場的資格 更重要的是怎樣 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把你的防空 以及第一個你要在那個台灣的後山 去建立大根距地 而不是把那個指揮部放在那個什麼 台北市那邊 真的要打的話 你是要把指揮部放在後山的 其實有太多東西 我們後山有吧 我們後山有啊 後山有啊 其實後山有啦 它有一個空軍指揮部 還有陸軍的指揮部 後山有啦 對啊 所以到最後你就會變成說 是要做一個長期抗戰的準備 過程當中咧 基礎建設要做好 然後除了基礎建設做好以外 你的那個所謂的糧食的準備要做好 目前在這兩塊上面的基礎建設 你覺得咧 你是說暫時的是不是 暫時的 我們先不要講暫時 我們就講平時現在基礎建設的維護好了 就有辦法真的真的開戰的話 你覺得我們這些基礎建設 覺得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做到最基本的維護嗎 我覺得這是很困難的 現在台灣應該知道吧 有多少城市 除了台北市以外的城市 它的基礎建設是真的做得很好的 對不對 有多少基礎建設到現在十幾年還沒更新呢 這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因為一旦開戰了這些東西 其實是很快就會損毀的 更不用說糧食了 我們現在糧食自給率 對不對 我們糧食自給率有到3%嗎 連三成都不到 那一旦開戰的最大的問題是缺糧跟缺電 這些問題都不準備的話 其實到最後你說我們要抗幾 抗中寶胎 所以我認同如果我真的要做抗中寶胎 前提這幾件事情要做到 沒錯沒錯 更重要的就是你的那個糧食的自給率是非常重要 沒有糧食自給率 糧食還有能源啦 這些都是要準備好 還有增兵制 你這些要做好 但是顯然是沒有 回過頭 你看一旦這兩岸發生戰爭的話 台灣你說軍事拒止的能力嗎 很有限 有限的地方在於說這些準備並沒有做好 所以為什麼這幾年 如果我真的我站在說民進黨支持者的角度上來講 我會覺得政府做得很好 有沒有發現他在做一件事情 他正在慢慢的解決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問題 什麼問題 第一個武器裝備的問題 第二個糧食自給率的問題 第三個能源問題 值能源他比較不好控制的就是 他不能夠變成所謂的核能嗎 除此之外 其實他一直想辦法在解決這些問題 民進黨 他其實是一直在做 對啊 他一直在做備戰的準備啊 你不覺得嗎 這幾年下來 他真的是在一直在做備戰的準備啊 他現在這幾天 他最近不是又說要準備調疫期 對啊 我不覺得啦 好啦 但沒關係啊 就是各有各的看法 嗯 我只能講啊 我是說我如果我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我當然會覺得政府做得很好啊 嗯 但前提是我是啊 我又不是對不對 嗯 但我們當然會覺得說他做得不好 嗯 這是我們說的 我們站在我們的立場上來講 很容易會認為 他就有很多問題 哦 了解 但是民進黨的支持者就會覺得說 欸你看他有做耶 那也是自我催眠的 你不做了 那也是自我催眠的 對 懂了吧 對不對 這種東西 再搭配媒體嘛 媒體在每天宣傳說 你看大陸這麼的不堪 哪個大壩又餓死人 啊 上海又封城 你看大陸快內亂了 嗯 嗯 再撐一下 我們只要等大陸自行崩潰 哇太好了 我們可以獨立建國 你不覺得這就是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會遇到的台灣人 是啊 很可愛 非常的天真 到現在還是認為說 大陸會崩潰 嗯 對啦 那沒有那麼多啦 比例也沒那麼高啦 持平講啦 陳老師沒有那麼多了 當然啦 比例不會很高 大部分我覺得 大部分很多是 不願意面對這個事 就是躺平啦 就是不想面對 就我講的啊 大部分還是認為大陸不會打來 就是不想面對啦 其實是不想面對 嗯 不想面對嘛 可是你不面對又不行啊 這些問題 他是血淋就擺在這邊啊 嗯 很可惜的 當你真的要面對的話 會問變成一個新問題 新問題就是說 你真的要面對的話 你就要徹頭徹尾的 從台灣的很多問題下手去探探 我知道 但是 陳老師其實 不想面對問題 這是人性的一個 軟弱的一個特性啊 這也 這也不能怪人 就是這樣 我不會怪人啊 其實我都可以 我可以理解就是 我可以理解台灣人 會有這種想法 我會有我的這種想法 是屬於異類 我會明確的講 多數的人還是會 不會日常生活 是 是 反正就是 暫時沒有這個問題 就暫時先擱置吧 就先放在那裡 擱置嘛 但擱置到最後問題 就越來越嚴重了 對啊 對啊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兩岸 不可能在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了嗎 嗯 不可能才會我們今天探討到的 兩岸若開戰 會有什麼樣的解決方式嗎 嗯 對不對 這也是我覺得比較悲哀的地方 今天都會探討到這個問題 就代表其實說實在的話 留給台灣人的選項並不多了 嗯 沒錯 很可惜的是 我們講這些話沒有用的 因為講這些話 人家就會認為說 你就是唯言聳聽 不會啦 就是 就是小弟我應該還有一點用了 喔 好啦 你看人家都說我陳老豬了 對不對 這個人講這些話 都被人家這樣講 好啦 你不要 你要跟那個小孩子 計較啦 不是我先講 我不計較他的行為 我真的還是要再談一次 因為畢竟這叫公共平台 好啦 那如果他在這邊這樣聊這種話 然後沒有去約束他的話 我上次已經自止了 我下次還會自止 好不好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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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陳老師那個就 就差不多了 好不好 這個 我下次會自止他 我知道了 我一定會自止他 我上次已經自止了 我下次會再自止 好不好 好啦 我不要給你再那麼難看啦 好啦 謝謝你啦 陳老師 謝謝 好啦 拜拜 拜拜 好 那個 不好意思熊哥 你又沒有講到話 沒事沒事 我問一下那個 陳老師是新黨的嗎 誒 他之前加入過新黨 誒 他之前加入過新黨 現在又不是新黨了 誒 對 好像又不是了 不知道還是不是啊 他跟我講他之前加入過新黨 那顯然就是已經不是了嘛 那下來有沒有再加回去就不知道 嗯 曾經是啊 嗯 怎麼了 我就想問一下你呢 你就是站在你的角度 你覺得就是武統這件事情會多久會發生 三年還是五年 二零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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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還有五年時間是吧 五年時間複数的呀 五年時間這個民進黨和國民黨他們講的這個就是內鬥呀 爭奪誰上台 誰上台誰才有投降權 他們爭奪的是投降權 先撈現成的 他其實這兩個黨都是最現實的 他們對大陸武統的時間判斷是一致的 嗯 所以先內鬥 這是真底的事情 嗯 爭投降權是不是 嗯 嗯 所以你你你覺得我判斷這個時間點 你覺得怎麼樣 嗯 跟我也差不多吧 難得我這個老男人跟你所見略同啊 哈哈哈哈 反正 國民黨和民進黨都不早期呢 先內鬥吧 投降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嗯 我覺得也沒那麼簡單啊 因為到時候 這個是這個事情最好不要發生了 因為發生的就是 你看嘛 你知道你你從那個俄羅斯跟烏克蘭這個戰爭你就知道 你你前面你再怎麼算算算你真的 那打了你你怎麼會走成這樣子 很多很多這個不可計算的那個因素都在那裡 你知道就很麻煩 但是不管怎麼樣 最慘的就是那個 台灣最慘的就是烏克蘭嘛 反正就繼續打下去吧 繼續慘吧 就是這樣 所以就不願意這個事情發生了 好不好 嗯 好那個 我那個熊哥 我還是您您先去休息還是怎樣 因為好多人 我第二下半場主題我就不講了 我就繼續上半場吧 但是我再接 我現在再接一兩個好了 好不好 好的呀 那還是還是您陪我再接完一兩個 嗯 陪陪著吧 好謝謝 謝謝熊哥 謝謝熊哥 那我還是再打個廣告好不好 來這個線上網友 那個今天跟我們連線的是那個熊哥地圖炮 他是一位軍事專業的一位YouTube頻道主啊 歡迎大家來訂閱熊哥地圖炮 好然後現在線上網友 你們趕快按讚 呃你們還沒訂閱我頻道趕快訂閱 然後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啊 好然後我來 嘿 不會不會不會 嗯 我也謝謝你我們互相了好不好 來我來謝謝這個YT的這個留言 阿凡 喜歡陳老師的客觀論述一點都不極端 面對現實克服現實啊 好來再接我再接兩位好了好不好 累了